戴口罩 别上标志性领结 张艺权穿黑色西装 双手上铐 腰产铁链 由成交署人员压介到法院 他们刻意用文件套 遮挡记者镜头 张艺权的太太 弟妹 及两个儿子 表情临重 陆续抵达法院 港媒报导 张艺权在法庭内 不断咳嗽 不时凝望家人 送出飞吻 张艺权的太太则看着丈夫流泪 但依旧没有等到好消息 判曾荫权监禁 20个月 他就说考虑到被告的良好品格 和对社会有贡献 所以就是量刑起点扣减10个月 最后判监禁20个月 72岁的曾荫权 服务公职40多年 因为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罪 被判刑20个月 成为香港史上首位被定罪的 卸任特首 他被定罪主要是因为 被控在担任香港特首 及行会主席期间 参与决定雄涛广播公司提交的申请 却隐瞒跟雄涛主要股东 黄楚彪 就深圳东海花园物业租赁的事宜 进行商议 至于另外一项 收受利益罪的指控 最快9月重审 记者综合报道